哈囉大家好 我是金唐莉 今天要跟大家聊一個 渣男兌現承諾的美妙故事 我長這麼大 聽過很多男人給我承諾 但是我從來沒有看過任何一個男人 居然承諾要把自己送到監獄 然後兌現了 今天的故事 要從最近在互聯網上面 出現的一串神秘數字開始說起 這串數字就是1337000 大家仔細聽好了嗎 記下來了嗎 給你5秒鐘猜一下是什麼意思 5 4 3 2 1 大家應該這一個月來 除了奧運以外 唯一能夠媲美的熱度 就是吳謙先生的一系列事件了吧 其實前面的時候 我們大家都還只是吃瓜群眾 但是在7月31號的時候 已經垂食啦 他是直接被北京的公安局 給依法拘留了 而且是刑事拘留 涉嫌強姦罪 這一次對他查封的力度 也是史無前例的嚴厲 我們基本上在所有網站上 已經說不到這個人 之前任何存在過的遺跡了 看一下他以前是小鮮肉的時候的 各種作品 或是他即將要發布的作品 全部已經被查封 完全吳亦凡這個名字 已經消失在了演員 還有歌手欄位上 甚至在微博上面 連他的粉絲號也全部被封殺 力度之大 而在豆瓣上呢 看不到吳亦凡的名字 現在變成取而代之的就是 1337000 這個神秘數字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說 1337000呢 他是如何兌現了 自己的承諾的 因為他在兩週前 曾經在微博上面回應過說 我絕對沒有強姦 也沒有幼女 也沒有什麼 把女生的手機給沒收起來 如果我有的話 我會自己去監獄的 然後7月31號的時候 他就做到了 從來沒有看過 這麼守信用的賤男欸 而現在算是結局已定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 中國你如果被刑事拘留的話 你基本上就跟被定罪了 是一樣的情況 因為呢 在中國被刑事拘留 無罪的可能性是 萬分之四 大家有沒有想過 他為什麼會被推到這個高峰 其實中間有非常非常重要的 幾個角色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沒了 首先第一個 當然是吳亦凡本人的媽媽 再來就是中間有一個 詐騙小哥 同時騙了都美竹和吳亦凡 還有一個都美竹的微博寫手 這三個人缺一不可 造就了這次事件的巔峰 甚至我認為是他們一起 把吳亦凡推向監獄 如果沒有他們的話 吳亦凡這件事情應該不會到現在這個地步 那我們就先從都美竹最初 是怎麼認識吳亦凡的開始講起 這整個事件其實最精彩的 不是男主角和女主角 他們當然構成了這個故事的主線 但是最終為什麼會爆發成這種地步 是有非常多其他人的原因 首先在去年底的時候 都美竹就是一個漂亮的網紅 被吳亦凡的經紀人聯繫到了 我們要拍一個MV 我們要女主角試鏡 你有沒有興趣啊 那作為工作 然後又是吳亦凡的這個活 那當然大部分女生可能就會接受 而這個女經紀人就邀請她出來之後 這時候都美竹在路上才發現說 居然是要直接到吳亦凡家裡去了 去了之後還發現 哇 居然是個十幾人的Party 完全沒有工作的樣子 這個過程中呢 都美竹她有跟大家強調說 我酒量不好 我不太能喝 但是還是被一直灌酒 她被灌到都吐了 最後被女經紀人帶進了吳亦凡的房間 然後中間發生什麼事 她可能記得 可能不記得 起床之後 天啊 旁邊是吳亦凡 發生什麼事了 又驚恐 可能又嬌羞 可能又開心 就是很複雜的心情 這個時候吳亦凡就開始了 一系列的甜言蜜語 安慰 說我是真的想好好對待你啊 想好好跟你的談戀愛 然後還把她的購物車給清空了 這個女生最沒有辦法了嘛 花了3.2萬人民幣 把她清空之後說 這是我送你的18歲生日禮物 都美竹當天以為她自己 陷入了一個世界上最浪漫的戀愛 結果呢 他們在相處了差不多4個多月後 吳亦凡就變心啦 又要開始去尋找下一個獵物 然後給她冷暴力 再過了兩個多月 她就開始發微博啦 我就算沒有得到吳亦凡的心 我至少也要得到她的名吧 無論如何開始有了關注度 但這個時候呢 她還只是自己在那邊操作 所以偶爾我們好像在熱搜上 可以看到突然出現一下 而馬上又被吳亦凡的公關們給壓下去 直到一個很神奇的徐姓男子就出現了 他看到了都美竹的這個情況 正義感使然主動去聯繫了都美竹 而都美竹剛開始呢 其實也是非常懷疑的 她覺得有可能是吳亦凡的臥底喔 但是過了一陣子之後呢 都美竹就覺得 我這樣子發也沒有任何用 我非常需要流量 我非常需要關注 無論是為了紅 還是為了所謂的伸張正義 你都需要有關注度啊 所以她等於開始正式跟這位寫手合作 而我們後來看到的 7月18號那個非常精彩的決戰文 無謙一詞的出處 什麼word很大呀 什麼什麼一堆梗圖的出處 從那個時候開始呢 這個熱搜就是一直頂在那了 再也沒有下來過了 這個微博攜手 等於給杜美竹起到了一個曝光的作用 讓所有人真的把這件事當成一個試看了 已經再也沒有辦法光用公關的手段 讓這個事情就沉下去 還有非常重要的角色 就是吳媽媽和詐騙小哥 首先警方那邊發出來的第一個聲明 不是針對吳亦凡到底有沒有性侵 居然是直接抖出了一個第三方 一個夾在他們中間的騙子 那這個騙子呢 他其實也是差不多在7月11號左右 發現了都美竹跟吳亦凡的這個情況 這時候呢他就發現有利可圖 夾在吳亦凡和都美竹中間去騙取所謂的 和解協議的合約金 他去找了吳亦凡 然後假裝自己是都美竹 說我們要來個300萬的和解金 要不要來 然後貌似是談的可能還OK 這個300萬談完之後 他最初應該是想要套個100萬 因為他就找都美竹 然後呢 談出來的是200萬的合約金 而中間不就差了100萬嗎 這個時候他就可以夾在中間 偷偷的把這個錢捲跑啦 談完了300萬的合約金之後呢 吳媽媽不知道是出於怎麼樣的理由 就非常心急的 先直接打款給都美竹本人50萬 而這50萬我認為就亂了 那個詐騙小哥的套路了 但他非常聰明 他真的非常聰明 他馬上又想要這個對策 好吧 既然前面我在那邊推算的那個100萬 得不到手了 那我現在的目標 馬上先放在這個50萬上 因為他跟都美竹的協約 還沒有完全簽訂 他的策略變成 他要讓都美竹 不簽這個合約 一直在跟都美竹強調說 你簽這個約 這個約上面寫的是 你一定要給我 另外7個受害者的微博號 你一定要給我他們的信息 如果你不給我這個信息 你簽不了這個合約的話 你就要還我那個50萬 從這個過程中 就能夠很明顯地看出來 都美竹在這整個事情上面 他是有很明顯的原則性的底線 他只要遇到了被害人的信息 這件事情 那是他絕對的底線 他就一定不簽 所以這片子就死抓這個不放 最後都美竹就說 我就不要簽啊 所以我還你50萬啊 所以這個退款的事情 就是這麼來的 都美竹呢 因為他從7月初開始 他已經全程都在發微博 所有東西他都一直發出來 一直說 吳亦凡又說什麼了 吳亦凡又講錯什麼東西了 他居然以為他這樣是對的 所以呢 他跟這位詐騙小哥的 全部社交的過程 他都有放在網上 這個時候呢 吳亦凡又出面反駁 我們根本就沒有收到 你的什麼退款 你就是個詐騙 吳亦凡的媽媽 也非常著急地 直接去告都美竹詐騙 他們都不知道中間 原來卡了一個人 而這一告呢 警方就正式介入到了 吳亦凡的案件中來 在調查的過程中 就發現了一些 不可告人的證據 促成了7月31號 他正式被捕 所以這一整齣大劇呢 如果沒有這幾個重要角色 來推升這個高潮的話 其實都美竹和吳亦凡事件呢 只會是停留在 道德層次的討論上 跟爭議上而已 羅翔就曾經講過一個 很有道理的話 法律是道德的底線 而這一次呢 完全是突破了這個底線 那沒有什麼 可以再去討論的 但如果剛好就沒有 突破這個底線呢 如果吳亦凡沒有涉毒 如果沒有未成年人 牽扯在裡面的話 單純的就道德層面 來考慮的話 這個男主角跟女主角 誰對誰錯呢 誰是渣男呢 誰是婊子呢 到底誰的問題比較大呢 留言在下面告訴我 那我們下次見